美麗都大廈 被於香港最繁華的路段之一 尖殺最迷蹲道上 大廈內旅館眾多 曾是全球背包客的入住聖地 夜晚8點 本是旅客登記入住的最旺時段 但美麗都大廈裡門口羅雀 連平日裡車水馬龍的迷蹲道 此刻也冷冷清清 香港旅館業協會創會會長梁大衛感嘆 一場疫情成了壓死旅館業的 最後一根稻草 香港旅館業的起步 從上一次疫情結束時開始 2003年非典後 國家出台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郵政策 為疫情後白費戴心的香港 注入一季發展的強行增 在此之後的十年間 個人郵旅客增速年均達23% 2009年一千多型政策實施後 旅客更出現了爆炸式增長 這也成為香港旅館業的黃金十年 全港旅館數暴漲十幾倍 零七至一三年是香港最繁華 因為自由行的高峰 各行各業都封衣足食 一百元利是五百元利是 有些十幾年間開了二十間 十間八間很平常 現在由去年六月開始 由二十間 撿了一半只有十間 十間變五間 五間變一間 一間演習 就是反過來 十幾年這麼辛苦建立的東西 上升 這麼繁華 一夜之間幾個月 美麗都大廈於1959年建立 見證著香港半個世紀來的風雲變幻 年過七旬的劉彥明 是第一批入住美麗都大廈的旅館老闆之一 四十年前 劉彥明與太太在美麗都大廈 開了自己的第一家旅館 宇宙旅館 巔峰時候曾擴展到一百多間房間 酒店全都敷了 全都忙了 所有的人有好多人 廠底下睡走廊 哇 抱得不得了 祖堂啊什麼東西 哇 整個美麗都賓館 一來就是整個電梯 七八十人 一百個人 三百人 都這麼過來 劉彥明與太太 把家安在著旅館裡 夫妻倆日夜輪首 劉彥明負責管理和維修 太太負責借貸和記帳 旅館雖小 來往旅客卻川流不息 匆匆不履間留下了不少故事 整個那個牆壁上面 全都是寫著他們的感謝信 還有那些人在這裡 我們這裡認識的 在這裡結婚 我們就把他買了音箱 就在走廊上 就給他組成婚姻派對 走廊裡面集滿了大概 八九十一百個人都有了 我們就免費供應車 供應什麼 自助餐嘛 買一點東西 讓他開心得不得了 大家 劉彥明所擁有的一百來個房間 如今只剩下二十來個 大部分已改為長租 或承包給別人 墻上的照片和感謝信 已被新租客撕去 但劉彥明稱 故事還會有 疫情終會過 人禍才是最讓人失落的 最熟悉的時候呢 就是不是那些鬧事的時候嗎 因為這是人禍 人引起的 那麼這麼一搞 你不知道搞到什麼時候 SARS是天災 天災呢 你可以靠團結一致 現在你看這個 這次約金一來 你人分裂了 這才是最最要緊的東西 團結才有力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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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